继续来关注中国第十三次北冰洋科学考察 考察队搭乘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 在北冰洋楚科旗海上行进时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浮兵 自从进入北极圈以后 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遇到的浮兵是越来越多 现在户外温度也降到了1摄氏度 随着船身的不断的破冰前行 是可以感到明显的颠簸 雪龙二号除了进入北极圈的第一天是晴天外 此后海雾一直持续不断 夏季海雾频发 这是北冰洋相对南极来讲最主要的一个特点